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时想到我能够显化金钱的途径就是 第一个就是和父母要钱 第二个就是去买彩票 然后第三个就是等着师傅给我银行卡里打钱 然后再就是和我亲戚朋友那里去借钱 然后当时我就只能想到这个 然后我一想到这个途径 我就觉得最有可能的就是从我父母那里 因为我跟我父母关系不圆满 这个不圆满的程度就是 虽然说我是被宠大的小公主 但是我还是有非常非常多的 对他们的憎恨以及对我自己的憎恨 储存在那里 所以就是我就其实之前 我姓师傅之前我是一个 无神主义论者 而且我家里人也是 他们就一点也不相信 我之前也不相信 所以就是到我接触师傅的时候会觉得 我就是有时候会恍然就是恍惚一下说 我怎么会突然走到这个这一步啊 然后但是又立马就接受了 我就觉得说我既然已经探索到了这一步 那我就接受当下这个状态就好了 然后后来就是我跟我父母圆满也是有一段经历的 然后我就主要来说一下我这次显化这个三级课程的一个经历 就是我之前已经跟我父母聊过这个钱 结果就是导致我们大吵了一架 我之前从来没有跟我爸妈吵过架 因为我是属于人战类型的人 然后都是他们来哄我的 但这次我就直接把我所有想说的话都说出来了 然后就是以至于上次大吵一架的时候 因为他本来就对这件事情 因为这个金额太高这件事情非常不圆满 然后又加上我上次说了很多吵架的时候说了一些话 然后给他心里扎了很多针 所以就是导致我之后每一次跟他交涉的时候 我都是在帮他去除一根一根的针 就是在跟他做圆满 然后在最后一次交涉的时候是 元宵节那一天 那天早上起来 我就是正好看到了他们分享的另外一个学员 树瑶的分享 然后我看到之后我就心里莫名产生了一种急迫感 因为我是有一个我有拖延症 就以前小时候比如说就是考完试啊 然后老师会让家长签字这种 我因为非常害怕 当时要是分数考的很差的话 我就不敢让我爸签 我就一般都是在第二天早上要去上学之前 跟我爸说 老爸张试卷你帮我签一下字吧 所以至于每次我爸都骂我一顿 说你为什么为什么现在才跟我说 每次都这么匆匆忙忙跟我来说这些事情 为什么不能早点说 然后就是当时他在 当时他的那个就是气头完全就是在于 我没有早点把这张试卷给他看 而不在于我当时考了多少分 然后因为我就是一直处于这个恐惧的心理 就是这个恐惧的心理 其实我有意识到渗透在我生活的方方面面 然后就是那天早上我看到那个分享之后 我就是产生了一种当时考试 就是等一下要去上学了 我试卷还没有签字的那种急迫的心理 就是有一种明天明天就是三月一号 明天就要上课了 但是我现在还没有还没有显化出金钱来 我就非常非常非常的紧迫和急躁 我当时就开始哭 一直哭啊哭啊哭 我就当时就觉得不行了 我真的得给我爸爸打个电话了 然后但是 虽然就是脑子里有这样一个清晰的一个 一个思路吧 然后但是我却不敢行动 然后我就起床之后 我又继续哭 然后我就从 基本上我那时候11点多起的床 一直哭到下午4点多 好了 我终于鼓起勇气给我爸打电话了 然后给我爸打电话之后 我就一开始我就跟我爸聊说 我就一开始我就哭了 然后我就跟他说 我想我真的很想上那个课 然后他就立马又回到了之前的那个不理解 然后气氛的情绪 然后他就说他不明白为什么要上课 为什么他们要收这么多钱 我都不明白你为什么这么信这个教 然后 然后他就是一直有非常非常多的不明白 虽然说之前我已经给他拔了很多针 但是他对于 我信这个教 就是就已经不接受了 所以之后我虽然给他拔了很多后来扎的针 但是最主要的那根大字没有拔掉嘛 然后 我有点不太记得当时讲了什么 但是聊着聊着他就是非常生气说 我就表达出了我非常强烈的意愿 然后他表达出了他非常不认同的心理 然后他就说 你信不信我等一下去公安局报案 然后我当时想说 那你报就报呗 人家一分钱都记得清清楚楚花在哪里 有什么好怕的 人家又不是在那里贪污受贿 又不是诈骗集团 然后他说那你等一下就去把他们的 什么地址啊 什么名字啊 什么什么那种 就是一系列的需要的那种信息 给我要来 我说好的 然后我心里就在想 我等一下去跟 去跟马卡拉萨要嘛 然后应该要一些什么信息呢 我也不太懂公安局被案 要什么东西 然后我就非常坦然的 说好啊 我等一下就去要来给你 然后 后来 他又落回到了 他又说回到了 我真的是一点也不理解 你怎么会信这个 还这么相信 然后就是他说完这个之后就陷入了长久的沉默 然后我当时就在想着我应该去要哪些信息 我也没多想 结果突然沉默了之后啊 然后我就突然莫名其妙的就是开始跟他聊了 聊起 我为什么信这个叫 然后我最开始进来的契机是什么 然后我经历了体验了什么 我看到了什么 然后我就跟他讲了之后 这个之后他就当时一直处于非常沉默的在聆听的状态 就是我意识到了 他现在处于聆听的空间了 然后 然后我就把我一点一点的所有的都跟他说 然后他又提到了说 你看你回家这么几天你有跟你任何之前的朋友联系过吗 然后我说我没有联系过 是因为我觉得 我之前他们就相处的时候 他们一直给我灌输很多的负能量 然后但是我现在 因为我可能会受到他们负能量的影响 所以我会选择说不跟他们接触这样子 然后他就会说那你是不是觉得你现在高人一等了 我说完全没有 就是因为我现在没有办法去抵挡住他们的负面能量 我觉得就是等我抵挡住之后 我才会跟他们开始继续就是开始交往或者怎么样子 然后后来就是中途打断了一下电话 因为他们要去外婆家吃饭了嘛 然后在接下就接着打这个电话的时候 下一个电话的时候 因为就是上一个电话的时候 他已经开始心软了 因为他就是听了我的体验之后 他就是切切实实的感受到了 我的整个心路历程的变化 然后后来就是他们去外婆家吃晚饭回来之后 去吃饭之前 他说那你敢不敢去跟舅舅外婆外公他们说 说你你要花这个钱在哪里呢 在师傅上这个课上 我说敢啊 那你等一下你们吃完饭你就给我电话打过来呗 我跟他们来说 然后他说好 然后他们就去吃饭了 然后等我 等到我差不多 我觉得好像他们吃完饭的时间打过去 结果说他们已经回到家了 然后我就说 那你怎么不给我电话打回来呀 然后他说有什么好讲的 他就完全转变了 转变了那个态度 他说有什么好讲的 然后 然后其实因为我家最近经济有点紧张 因为我爸就是刚把 基本上家里的钱都拿去 买了一套房这样子嘛 所以家里没什么钱 然后后来我就继续跟他聊 聊了这些内容说 我我就聊到了说 为什么我不太跟我之前的那些朋友联系 因为我说你知道之前他们跟我 我们一起在一起的时候聊的都是什么吗 就是我一个朋友跟我说 呃都是一些非常消极负面 就是现在那种 嗯 绿茶姐 呃拜金女的那种信息 都是给我灌输这一类的信息 然后我就这样跟他说了 然后但是我说我现在 你知道我们现在聊的都是什么吗 我们现在聊的都是什么 帮助你提升 你现在有什么卡点 我能够帮你做什么 然后我就这样跟他讲了之后 他就是一直处于一个非常 呃聆听的一个空间 然后我当时就觉得 啊天哪好感动 我当时真的好感动 然后但是我爸就是对于我吃素这件事情 还是非常的呃就是不太能接受 他就觉得我吃素跟不上营养 然后我就跟他说 呃就是他就是因为担心我的身体嘛 我就跟他说 我怎么可能不好好照顾我的身体 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啊 我当然要照顾好我的身体 我才能继续谈呃什么 接下来的各种发展啊 各种呃以及未来事业的发展 等等一系列的嘛 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我就这样跟他说 然后他就 他就非常的嗯开心吧 应该算是 反正我就明显感受到了 他从最开始的愤怒不理解 到最后非常欣慰 然后他就说 他就跟我说 那我应该怎么用这个钱的 我拿那套房子去贷款嘛 然后我就说呃就是如果说是我以前的话 我会对他这个话非常有一种内疚感 就以前我就是如果说我买一条裙子 就可能买的比较贵一点 然后我就会有一种内疚感 觉得说我怎么能把他们的钱花在这上面呢 我就觉得有一种内疚感 但是这次他说我要不把这个房子抵押了 然后去贷款这样子吧 我当时没有一点内疚感 我就我就跟他说你做任何决定我都支持你 我就支持他所有的决定 然后后来他又想了一会儿说 他说他有一笔另外一笔 另外一笔什么贷款可以贷出来 然后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的 然后我就非常开心 然后然后我就嗯 跟他跟他说了很多感恩的话 然后他说你就知道拍马屁 我说我说我是不拍马屁的 我们要保持一致性和真实性 我说的这些话都是发自我内心的我才说的 然后然后呃 后来我爸说没关系 反正这个钱肯定会给你的 你不用担心 我我肯定会想办法给你的 然后这就是我跟我父亲圆满的经历 但是我现在还没有跟我母亲圆满 因为我母亲现在还是非常不理解 然后而且跟我父亲之前不圆满的 呃也是有一些 有一些坎坷 然后等我之后 写完论文 呵呵 再给大家分享 因为嗯这 因为这个视频其实我拖了有点久了 因为我一直在改论文 但是我今天我就突然觉得我不能再拖下去了 我想要让我的体验以及帮助 以及经历能够帮助到更多的人 就是希望大家能够有收获到更多的能量和爱 然后希望这个视频能够给大家一些帮助 好的就是这样子 谢谢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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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Follow, Digest, Clean up all negativity and all toxins Develop a powerful will persistence That's the most important aspect for life I am not giving you some life positive blah blah I am giving you the facts of life I am triggering your consciousness Let's make you know what the truth is